现在我们再回到国内的长照环境 今天独立特派人要关心的 不是一般的老年人 而是老化的心智障碍朋友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做喜憨儿 但是过了几十年之后 他们长大了 父母也老了 谁来照顾这一群中高龄 需要特别看护的人呢 老憨儿加上老父母 双老家庭将是台湾社会 一个快速成长的族群 心智障碍的孩子会长大 会变老 变成老汉儿 就是比正常人还要老化 提早老化差不多十到二十年左右 对 所以就是他目前是四十几岁 可是可能生理的年龄 可能是五六十岁 照顾他们的爸妈也老了 却一辈子卸不下重担 老汉儿的照顾思路没有终点 其实就是老有所踪嘛 就是他们老了 但是他们希望有一个 可以安置他们的地方 可以好好照顾他们的地方 一早 当我们还睡眼心松的时候 收拢老汉儿的家园 已经充满朝气 开始他们的一天 来 美滋滋 我们来量下血压咯 每天一早 第一件事情就是量血压 才能掌握每个老汉儿的身体状况 哇 每次只血压正常哦 OK OK 接下来 物理师帮每个人敷面膜 这可不单属于年轻人的专利 因为季节转换 还有老化的关系 让皮肤的抵抗力 还有油脂平衡状况都不好 所以老汉儿的皮肤要特别注意 随着医药发达 照顾这么周到 身心障碍者的寿命变长 出现了很多老汉儿 他们的老化速度也比一般人快 虽然表面看不出来 可是其实他们的年纪啊 健康那些其实都已经要六十岁 在这群老孩子身上 不管是治疗师或者义工 他们看到的都是老汉儿们 如同孩子们纯真的一面 跟他们在一起 我可以完全放掉 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东西 脑袋真的是蛮清静的 跟他们相处真的是那种 所有的烦恼的事情都会放掉 我每天最心里面最平静的时间 就是来这边以后 然后到回家之前 那段的心情真的是很平静 跟他们相处真的是 那种心情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平静 目前以前省的机构来说 就是床位都是蛮偏向鹅马的 对那其实在社区中的 智能战略者占了九成左右 就是进来机构只有一到二成而已 机构的社工平时定期外出 拜访社区的憨老家庭 这里是阿珠的家 家里只有他和妈妈两人相因为命 孕父一日 就在这样凌乱偏暗的空间中生活 妈妈就是那个 你们刚才看到的妈妈吗 跟阿珠两个人住在一起这样子 那他原本有一个爸爸 但是现在目前是住在安养院 对因为重风的关系就进去 那妈妈他本身是有视觉障碍的 他零有视觉障碍的手车 那阿珠是智能障碍这样子 对那他们就是很典型的 双重老化家庭 对那阿珠目前四十多岁 对那妈妈的部分是接近八十岁 让妈妈告诉社工 因为阿珠的手受伤打翻了神通米 讲着讲着不知不觉突然想到什么事情 便开始眼泛泪光 愁容满面 阿珠 愁容满面 阿珠 愁容满面 你这缓入什么 那你这缓入什么 那你这缓入说出来不错的事 你这缓入说出来不错的事 缓入也没内容 沒有肉園 你的事會痛嗎 不會喔 阿朱只會簡單硬答 其他一概傻笑無語 大多時候就只坐著發呆 通口當然也是通口 他不是說 人生 你白酒又沒錢 還吃口 你也不願意嗎 你的事說怎麼會這樣 我不會願意 他只想說 煮湯煎就好了 阿嬤叫他坐著發呆 臭媽媽 媽媽臭媽媽啦 事公關心張媽媽和阿朱的生活 看到滿桌的藥 就討論起張媽媽的健康 青套洗衣機出了問題 就跟著來看 廚房狹窄陰暗 洗衣機擺在角落 阿朱會壓那個按鈕嗎 還是你壓的 我要一個醫養的 你要一個醫養的 對 隨著醫藥科技的發達 人類越來越長瘦 製造者平均年齡也拉長 成了家庭難以承受之重 你拿給媽媽 你拿給媽媽 當父母親都老了 甚至走了 老漢兒的安陽怎麼辦 你怕阿朱沒人照顧這樣嗎 是啊 怎麼說呢 阿朱說我沒有在那裡 誰人會照顧 全台灣全大部分就是 目前有三萬多個 這樣子的家庭 對 那其實 就我們的服務經驗來看 就是這樣的家庭 是非常多 而且45歲以上 佔了所有的智能障礙者 有五分之一左右 這樣高的比例 隱藏在社會各個角落 相對住在七個老漢兒 就幸運多了 有乾淨的空間 也有專業的護理照顧 還有情感上的支持 他們是幸福 我們是幸福的 可是那其他的老漢兒呢 怎麼辦 還有那些家庭 是不是要有一個機制 或者說是不是要有一個人 可以去支持他們 就像現在的長照 其實也會有喘息服務 那其實我們的憨兒 我們的家長 需不需要 其實也是需要的 美豬 要慢一點 要慢一點 美豬 要慢一點 美豬 對不對 這麼開始 美豬 你想念它是不是 沒關係 禮拜天 禮拜天我們去請美豬 好嗎 這是誰 這是爸爸耶 每個老漢兒的船邊 都擺著親人的照片 徐芸欣說 每次看到照片 都滿感動的 因為以前沒有輔具 家人又想出變通的方式 自己做輔具 讓美芝用 唐姐他們有跟我們講說 就是他們以前也不知道 怎麼樣照顧美芝 所以他們就 爸爸 像第一張這個是爸爸 第一張這個是他爸爸 然後他爸爸就用最簡易的 把椅子 把它釘起來 然後下面就放一塊那個 就是可能會解尿 或解便 就在下面 放一塊板子 放在下面 然後就是 替代了現在的輪椅 那其實我每次看到這個 我很感動的就是說 在以前那個年代裡面 可能一些相關的知識 沒有這麼的進步 可是他們會怎麼樣 自己找 找輔具 所以其實以現在的 感官而言 其實現在的輔具更為重要 所以這邊也是他的唐姐 這個現在是長大的她 現在的唐姐 跟我們年紀是差不多 大概四十幾歲左右 對 然後你看 從青春少女就陪著美芝 然後一直到現在 還是陪著她 這個其實是非常不簡單的 每逢假日 美竹都會來探望唐妹美芝 數十年如一日 從來沒有中斷過 這樣唐姐妹的感情難能可貴 我爸爸四個兄弟 那我們是住在一起的 所以是一群小孩 我是最大的 那媽媽忙的時候 我就要幫忙帶她 對 比如餵她吃飯 或者什麼 那阿公就會叫我要坐 因為妳是姊姊 妳就得帶 所以即使 我們的血腥比較遠 可是我們就從小就住在一起 那如果再不理她 誰理她 沈甄又忙 然後接下來下面 又是兩個弟弟 所以這個工作 我就一直覺得說 為什麼我就會挑起這個工作 美竹真是有心人 先去安養中心看嬸嬸 推她出來到交易廳和美芝相見 捨生音樂車禍 導致後天腦性麻痺 目前形同植物人一般 跟媽媽一樣搶走妳的色氣 對 好有默契 好有默契 開心 媽媽 太麻煩了 媽媽 慢慢來 師傅 阿嬤 阿嬤 妳還好吧 妳還好吧 好 慢慢來 我最感動是看到他們倆見面 我就覺得說 畢竟他們倆是母女 謝謝 妳離開 對啊 師傅 幫忙 師傅 幫忙 美芝的右手不由自主地舉了起來 終於 母女倆的雙手可以相握 在社工演中 美芝媽媽的精神比以前好很多了 美芝的媽媽在民國84年車禍 家裡沒人照顧美芝 於是在隔年 她就被送到憨兒家園 二十多年來 母女倆醫師清楚見面的機會 越來越渺茫 Vicky 看到媽媽有反應嗎 好 看到嗎 你看到媽媽咧 有反應嗎 好開心嗎 我就跟你講 媽媽生病沒有辦法來看你吧 我那時候不是有跟你說過嗎 蛤 你看到了 我沒騙你啊 對嗎 媽媽在這邊那個 叫養養人帶她很好啊 知道嗎 跟你一樣 老師也對你很好 護理之家也對她很好啊 同樣是三十來歲 一般人正式輕壯 胖兒的認知功能 卻推華到四五十歲的程度 就跟老人差不多 卻不符合住進老人安養機構的條件 我覺得這個就是目前一個 法規的一個限制 對 因為目前老人服依法是 規定是六十五歲以上 才能夠使用這項資源 對 那身心障礙的服依法 跟老人服依法是不一樣的 對 那所以只要是 身障者他如果未滿六十五歲 他就是沒有辦法去使用老人的資源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在資源的使用上會有限制 導胖兒的照護 需要有更多的資源和關注 除了政府政策 也需要民間機構與團體的支持 我覺得可能 雖然他們外表是老的 年紀是長的 可是他們的心智都是 像孩子一樣非常的單純 就跟我們平常人的那個 相處模式不太一樣 所以人在跟他們相處的話 就是會感覺到 蠻開心的 那我們會希望說我們帶來一些資源 他們家有獲得一些 正向的改變的話 那這是我比較希望看到的 照顧一位重度智能障礙者 平均每天要花費十五點七七小時 家屬往往只能犧牲生活品質 提供愛的勞務 歷經數十年如一日的漫漫長照之路 孤單無助 老漢兒的父母只有小小的願望 就是在生前能為自己的老孩子 找到永遠的家 最近因為食品安全問題 衛生福利部被釘得滿頭包 事實上衛福部從衛生署升格之後 業務包山包海 連本來內政部的社會福利工作 現在也是由衛福部來負責 我們衷心盼望在機構升格之後 長照業務的進度也能夠有所突破 好 現在先休息一會兒 稍後馬上回來